一个一个的鱼被敲晕 再将其整条地串到铁架上 独有的制作方法 就是泰国街头的特色烤鱼 餐厅位于泰国的宿潘吴里府 而这种特色的稻草烤鱼 并不能在店内烹饪 而是需要在一片空地上制作 随后小伙手起棍落 一条鱼就被敲晕了 随着一桶烤鱼装满 就可以将其直接串到烤架上了 而鱼的内脏什么的 并不用驱除 主打的就是保持鱼的新鲜 随后再将定制的铁桶罩上 再用稻草将铁桶四周围满 每一堆的稻草一次点燃 中途也不用添加稻草 只需要静静地等待所有的稻草燃尽 小伙会将燃尽的稻草灰扫去 随后就可以将铁桶揭开了 有铁桶的隔热 温度会均匀地传导至鱼肉 原理上和烤箱类似 被烤到爆开的鱼肉 那里并不会焦糊 没有驱除的鱼鳞 很好的保护了那里的鱼肉 烤好的鱼肉小伙也会最快地送回餐厅 交给食客享用